唾液快篩到底好不好 荷蘭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结果就发现到了唾液快篩 它的准确度百分之六十六 这比掉硬币好一点而已 因此唾液快篩还是没有办法去取代鼻咽快篩 而且的话如果取代的话 就会造成的尾阴性大幅增加 再来看一下鼻咽快篩 其实百分之七十九 百分之七十九跟它的百分之六十六 相差还是有一点多 但是来看一下唾液检查 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么就是可以减少挖鼻子的不舒服 还可以减少医护露在于飞沫当中 究竟唾液检查是适合核酸 还是适合抗原 来看一下这一位 是台大智慧医疗中心的副主任李建章 他就做了一个表格 带大家来看一下 唾液快篩如果做于抗原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现行的快篩检体 换成了口水 但是在商业化的检验刚刚开始 因此资料还不太多 刚刚说了它的准确度就只有百分之六十六 那如果唾液的核酸的话呢 那么两年多来 全球很多的地方都有在使用 而它的准确度则是高达百分之八十三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